很多人没有参加过G0V的活动啊,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何谓G0V G0V是一个社群,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互相认识与合作 不是组织,没有限制社群内有很多不同的专案或是小社群 新手教学介绍结束之后,9点30分开始三分钟提案 活动共笔的要提案看提案详列了本日的三分钟提案短奖和成果报告提案列表 可以从里面看到接下来是谁会进行发表 该专案的相关共笔及详细资讯,让想参与的人能理解专案在做什么 10点40分是自我介绍的时间,请大家想三个关键字介绍自己 让专案坑主知道可以找谁帮忙与加入专案 11点开始的分组开工hacking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成果发表之前 中间短奖时段可以继续工作,也可以到大会议室聆听这次大宋的短奖 下午1点30分左右会有新手导览团 由不特定的好心人士带领参观各组专案在做的事 下午2点半的短奖时间是自由参加总共开放6组发表者 每组有8分钟的时间,发表者可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专案状况 或是开源社群的大小事 有些专案会想要跟大家说更多的细节 可能也会选在短奖的时段来发表 下午5点会进行本次黑客松的成果报告 专案当天可能不会有很完整的架构或是成品 但希望提案人或专案参与者可以在这个时段分享今天的讨论结论 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本日活动作为一个总结 并说出下一次的目标 请先申请院内网络连线 由于会从手机收到中研院的验证码 请确保手机讯号良好 如果持续连不上网络请举售 我们工程师很多 在G0B想要跟大家讨论 很重要的一点是请加入G0B Slack 详细的Slack注册网址 活动工笔上也可以直接找到 请新加入的朋友先注册 先扫描QR Code就可以直接提出注册申请 在工笔里面可以看见框起来提案列表 会有前面提及的三分钟提案 短奖 以及最后成果发表的提案登记列表 G0B的理念是开放 在黑客松的成果需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需要开放授权 坑主要想好自己的专案 要用什么方式开放 开放的程度到哪边 其他人想使用的话 要遵守什么样的规范 如果这些让你很困惑 G0B贡献者 有开放一款CC授权小帮手 只要回答简单的问题 就能够知道 自己的专案要用什么标示 再来是行动主义 想要做什么就直接做 写一个初步的构想 或是给大家看你所画的架构 不用一定要到很完整的程度 才拿出来 在半成笔上加工 也是G0B很常见的一种文化 最后一项是公民精神 G0B希望让大家更有公民意识 身为公民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公共利益 让社会变得更好 简单说 只要你的专案开放授权 也就是开源 一开始做就告诉大家 让大家能够加入帮忙 并且专案是对社会有益的 欢迎您到G0B提案 参加黑客宗的我也不会写程式 翻译、画插图、摄影、整理资料 一定有你可以发挥的地方 在外面有放技能贴纸 请大家选符合自己的贴纸贴在身上 可以用来介绍自己 G0B的文化是乐于解答 不用担心问错问题 如果不知道要找谁询问 请直接找手背上有红色坑主背账 或是穿着黄色背心的人 接下来是很重要的社群守则 在参加G0B相关活动 无论线上或实体 我们都需要参与者遵守这样的规则 我们不容忍任何人 对参与者以任何形式的骚扰 G0B致力提供无骚扰的环境 给每位参与者 无论年纪、性别、性倾向、身体障碍、疾病、外貌、种族或信仰 所以当你被要求停止骚扰行为时 请立刻停止 建议大家可以从帮忙记录开始 在开始参加每个坑的讨论时 可能你还不太知道脉络或插不上嘴去讨论 可以先打开专案的共笔帮忙记录 如果专案还没有开共笔 请立刻开个共笔 记录一下讨论的内容 登录之后 当你需要编辑 请直接点图示左边的笔 或是中间的双栏进行编辑 可以立刻看到你输入的文字会怎么呈现 不用担心它的底很黑 像是看不懂的城市 因为黑色是为了看起来很好看 其实它就跟你开Google线上文件一样 在左边黑底的地方输入文字 右边就会跑出你打的东西 无法来十几松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家观赏这份新手教学简报 在脸书有两个公开社团 可以加入跟大家讨论 Julemy.tw后勤中心 和Julemy.tw闲聊哈拉区 只要是跟社群相关 都欢迎在这边跟大家讨论 它会把你送到最多人在的频道General 这是Julemy大型聊天室 也可以找到Self Intro的频道自我介绍 请记得吃饱 只要认真吃东西 然后跟大家聊天 就会有成果 会议室内禁止饮食与无杯盖的饮料 另外场外有很明确的资源回收分类 请一起排整齐 最后活动结束 也要一起把场地恢复原状哦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 如果你希望Julemy的活动 能够持续举办 欢迎到Julemy的首页 任养大松 这些捐款都会作为 黑客松举办的活动支出 以及社群基础建设的基金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